华硕Z4-5 曝光异形全面屏加背面指纹识别 2月底的MWC大会将在巴塞罗那开幕 不少厂商已经确定将在本次大会上推出新品 其中华硕将于2月28日凌晨2点30分 举办发布新一代Z4系列的只能手机 2月11日外媒带来了华硕Z4-5的渲染图 如同所示 华为Z4-5采用了类似于iPhone X的刘海屏 背部配备双摄像头 是呈现竖形排列和iPhone X一致 同时配有背部指纹识别 从渲染图来看 新机采用的是玻璃材质 我们知道iPhone X的刘海屏造型 是为其搭载了原深感上头 支持3D面部识别 所以iPhone X取消了指纹识别 从华硕Z4-5来看 新机3D面部识别搭载的可能性并不大 对这方面 华硕Z4-5搭载的是 骁龙6系列的终端芯片 从Z4-4来看 Z4-5应该也会是Pro的 将搭载高通骁龙845处理器